剛才還沒有毛欸,現在整個毛量爆炸了 哈囉大家,我是Grace 今天登場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已經先把我的底妝跟眉彩完成了 我今天要帶你們實測睫毛膏 我好期待,我自己真的超期待的 如果說你有follow我IG的話 限時動態呢,我還蠻常和你們分享說 OMG我在開家遇到一支 跟我非常非常match的睫毛膏 就是Soulon他們家的天生 基纖長睫毛膏 天啊,我跟你們說 他真的是讓我非常期待每天化妝刷睫毛這個步驟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我Soulon的睫毛 首先呢,我覺得條件不是很好 第一個,他非常的稀疏 再來就是很純又很短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質料還蠻硬的 所以很難捲翹 我一般一定要再搭配燙睫毛器 才會讓我的睫毛有那種捲起來的感覺 再給你們看一下我使用過後的after 他讓我的睫毛長得很像洋娃娃 很長很整齊 對不對,很像是直截又很像是帶假睫毛的感覺 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開架睫毛膏 可以讓我的睫毛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今天要帶你們實測實測 如果說你的睫毛條件跟我一樣的話 今天這支影片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們 好,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的影片就繼續往下看吧 我們直接從眼妝開始喔 那眼影的話我要搭配的是Soulon他們家的圓框寶石眼影 這些眼影呢也是最近新上市的 OK,你們看一下他的顏值是不是非常的高 因為他是圓框花紋的造型 我跟你們說剛收到我真的是捨不得刷 我覺得他那個造型實在是太美 而且我捨不得把他那些花紋模糊掉 但還是要試色給你們看 所以我還是刷下去了OK 那這系列眼影呢總共推了四個顏色嘛 我個人覺得他整體而言視覺上 看起來就比較偏像春天夏天暖暖粉粉的感覺 那我覺得以亮片眼影的粉質上來說呢 他算是中等細緻 可是我跟你們說我超級喜歡他創造出來的妝感 就是一閃一閃亮晶晶很像碎鑽又很像是行星 非常非常的迷人 那你們看一下他的顯色度是比較適中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彩妝新手的話呢 你也可以輕易掌握 但因為他是亮片眼影的質地 所以會建議你們可以搭配手指頭上妝 或說你可以使用海綿刷具棒 就是那種雙頭海綿的眼影棒去做上妝 他會比較服貼 這一次Soulon他還有推出鏡面烤漆的四格彩合 雖然說他的材質呢是鏡面的嘛會留指紋 但是我個人覺得指紋還蠻好擦掉的 所以在保養上面呢沒有什麼太大的困擾 那再來就是如果說你有在買送他們家的眼影啊 腮紅打亮修容的話呢 他們家的這個眼頰彩盤的這個收納盒 我還蠻建議你們可以入 因為其實你買一顆 你一定會再買兩顆 兩顆會變四顆 四顆會變十六顆 就是他們家的東西我覺得很恐怖的是 會很像是無性升值一樣越買越多 然後這個收納彩盒他方便的點在於 第一個他方便你整理這一些眼影 一顆一顆把它裝進去 你也可以重組你要的眼影盤 然後你外帶出門也比較方便 所以他們家這個彩盒我還蠻建議可以入的 好那我們趕快從眼影開始囉 第一個眼影呢我要先使用 SOLONG的單色眼影色號103 它的名字呢叫做成光刺粉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浪漫櫻花粉 然後帶一點點刺濃光的感覺 所以這個眼影啊我會拿它做眼皮的打底 用它來打底眼頭啊就是眼妝會變得更粉嫩更漂亮 那接下來第二個眼影呢我使用的是104 它的名字叫做真果奶茶 質地的話呢是霧面的 那我覺得它很適合放在秋冬 你可以把它當作眼影的阻塞掉 但你也可以把它擺在春夏 因為它其實也是偏粉粉的 那我會把這個顏色啊加強在眼尾的厚二分之一處 然後範圍呢大過於雙眼皮折橫一點點 接著把刷子上的魚粉啊全部都往下眼瞼帶 輕輕的帶就好了 這時候的眼妝已經看起來非常的有神囉 那接下來第三個顏色呢我使用的是1109 它的名字呢叫做西木暖光 然後它是一個珠光的質地是比較偏大地棕色系的 我會拿這個眼影呢加強在眼尾的七姿部位 那因為它是珠光眼影嘛 所以我習慣性的會先把魚粉抖掉 然後再往眼睛上面帶 比較不會有飛粉的感覺 然後它的顯色度又很高 然後可以再把刷子上的魚粉帶到下眼瞼的三分之一處 第四個顏色呢我要使用到的是7044玫瑰11 那它的顏色呢是帶有一點玫瑰粉金色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是比較偏浪漫色系 如果說你喜歡粉色妝容的話呢 我覺得7044是可以收的喔 然後用點擊的方式加強在我眼皮的正中央 再把魚粉慢慢的往眼頭的方向帶 用手指頭上妝它的亮片還滿服貼的 眼線的話呢我搭配的是 SOLONG的持久流暢眼線一筆的二號色 然後我通常啊眼線只會畫一半 因為我睫毛比較短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到本片的重點 本片的高峰就是我要來刷睫毛了 那在刷SOLONG他們家這一支睫毛膏之前呢 我整理了六個我非常愛它的點 我先和你們快速的分享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我覺得它的纖維非常的好延展 而且你在持妝的時候那些纖維還不會掉 然後它的纖維呢又不會讓我的睫毛 就是結塊也不會長蟑螂腳 就是你整個睫毛是非常整齊的 第二個點就是我覺得它的刷頭超好用耶 它的刷頭呢是有一個弧度 但這個弧度啊是非常符合我們的眼型 然後再來就是你們看一下它的刷頭 是屬於根根分明的那一種 所以你可以一邊刷 然後一邊整理你的睫毛的毛流 那接下來第三個我很愛它的點 就是它定型效果真的超好 你們剛才有看到我的素顏睫毛了嘛 很短很垂 然後我覺得它定型效果很好 是真的可以讓我的睫毛捲翹一整天 第四個點呢就是我覺得它的防水跟防油效果非常的好 持妝度很讚 我自己一整天這樣帶妝下來是不太會暈妝的 那如果說你是屬於會暈眼妝的人呢 我會建議你們就是上眼妝之前可以先做眼影打底 或者說你的眼部定妝要做確實 可以去降低眼妝暈開暈掉的機會 第五個就是它很持妝嘛 很防水喔 但是它很好卸掉 你可以搭配日常的睫毛卸除液 濕膚十到十五秒往下帶你的睫毛就一乾又二進 那像我自己的話 平常是用卸妝也有稍微搓個幾圈這個睫毛膏就掉了 它很防水可是又很好卸 喔這個我超愛的 那第六個點呢就是我覺得它價格非常非常輕微 我看了一下官方網站的價格呢是298塊 298塊 還蠻好入手的耶 然後它的妝感又美 持妝效果又好 CPS真的很高 我們趕快來上妝趕快來上妝 那上妝之前呢 我一樣要先把我的睫毛夾翹跟燙卷 你們看喔我現在睫毛都已經夾翹也燙卷了 那我要來直接刷睫毛囉 我現在看起來沒什麼毛對不對 雖然說已經捲翹但毛量感覺還是很稀疏 那像我的睫毛根部刷完了之後啊 我會再加強在睫毛的末端 讓它的纖維呢可以繼續的延展 看 hello 這個睫毛 真的很厲害耶 我的天啊 它整個漸層感是很自然的 剛才還沒有毛耶 現在整個毛量爆炸 而且它非常的長 很整齊 沒有結塊沒有蟑螂腳 你知道我刷到這個睫毛有多感動嗎 我真的是遇到色王的睫毛膏 天啊讓我每天都好奇在刷睫毛喔 那再稍微把下睫毛帶一下 好那我快速把另外半邊刷完 然後來和你們分享時間 我現在整個眼妝都已經完成 那因為我左眼的那個睫毛的毛流感比較亂 所以我剛才用鑷子稍微再整理一下 乍看之下呢 是不是很像假睫毛 很像直睫 而且它超自然 我剛才眼睛張開是沒有睫毛的 我現在睫毛能長這樣 說真的我真的是 好感動 真的很感動 好那我今天要帶你們走實測 走實測 現在的時間已經來到了12點24分 不 是42分 那我這個實測的時間會拉比較長一點點 然後中間就會做一些比較日常的事情 比方說我可能會外出啦 或者說我會在家裡做一些什麼剪片 看劇等等的 那我會再一邊和你們更新我的Vlog 我說你的興趣的話我們就繼續實測喔 我要先改把我的妝完成 待會見 嗨 我一整個下午啊都坐在 唉唷 哈囉 我一整個下午呢都坐在鋼琴的前面 然後我最近對於匈牙利狂講曲非常感興趣 然後我就非常想要學習這一首曲子 但我上網找了一下 就是真的是太難了 然後它的指法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要學個打百年吧 這首歌真的太有趣了 因為它前面是屬於一個 比較沉穩的那種曲調 然後後面它會變得非常輕快 OK這開頭喔 我現在下午就學了一個開頭 這首歌我真的覺得太有趣了 我就好想好想好想要學習喔 那我現在下午就學了一個開頭 因為還要剪片嘛 所以就是也不理做太久 必須要花很多時間在研究它的譜這樣 因為我沒有學過試譜 所以我就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 投入在它的指法跟它的譜上面 我努力我加油 希望有機會可以談給你們聽 嗨大家我回來了 現在的時間呢和你們稍微更新一下 已經來到晚上的6點12分 我這個眼妝真的是 OMG超遲妝超乾淨 睫毛膏還非常的翹 我今天下午其實完剛緊完的還蠻賣力的 所以其實有一點流汗 你們看我現在臉上已經是有油光的狀態了 有光澤感對我今天用超霧的那一種 那我本來打算今天要出門的 結果到傍晚之後呢 那個氣溫突然皺價 你們看我現在又把外套套回來了 外面好冷我就不太想出去 對總而言之呢 你們看我現在臉上其實是已經有出油光的 然後我的眼睛眼妝它非常的遲妝 沒有任何暈妝 纖維也都沒有掉 你看我的眼周有多乾淨 對不對 然後我的睫毛依舊非常立體 非常非常的翹欸 你看我這個睫毛好精神喔 我的天啊 跟剛刷完一樣 然後我側面給你們看它的捲翹度 我剛刷完的捲翹也是長這樣子 它完全沒有錘的意思 那我今天下午就是玩鋼琴嘛 就是你們不要小看玩鋼琴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你真的玩得很投入的時候呢 你很enjoy的時候你的身體就會發熱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一點點小悶憾 嗨 我今天真的是當一個很宅很宅的人 在家裡宅一整天 本來是想晚上要出門啦 可是真的晚上蠻冷 我現在四肢有點冰冷 然後晚上的話我就是稍微剪了一點片 然後看一點新聞 現在在打電動 我在玩紙片有忘過 然後你們看喔 我現在在拍影片的是手機 你看我的睫毛它還是 就這麼這麼的立體很捲翹對不對 等一下我再用相機拍一個更仔細給你們看 那我要繼續打電動 嗨 我回來了 我們來final更新一下 現在時間來到了12點04分 是凌晨的 所以我這個睫毛膏已經持妝了11個小時多 嗨 你們看我的臉已經油成這樣子了耶 我真的是沒有出門臉也在油 因為已經到春天了嘛 所以我濕混合肌也會出油 然後眼尾其實是有帶油光的 OK你們看一下我的睫毛膏 哈還是這麼這麼的翹 然後呢它沒有暈妝 是不是看起來很有精神 但其實我現在已經非常非常累 我現在處於一個有點想睡覺的狀態 可是你們看我的眼睛 真的是有睫毛有擦 看起來真的超精神的 對不對 沒有暈纖維也沒有掉 然後還是非常捲翹 它持重度真的很好 我跟你們說不誇張 我本來已經要拍2021年 在我心目中的睫毛膏Top5 然後因為它的出現 我的名單都出來了 因為收容的出現 我這個名單全部打洗牌 那我今天的實測影片就到這邊 這隻睫毛膏有燒到你們嗎 其實我在IG線的東西上面狂發的時候呢 就有蠻多人就是 欸一直回饋我說 這睫毛膏看起來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有興趣的人呢可以試試看 然後它的價格也不貴 289官網的價格 還蠻親民的 可以體驗看看喔 ok 今天的影片呢 很歡樂的就結束啦 雖然說在家裡面宰了一天 可是 還是 過得蠻充實啦 anyway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子的實測影片 希望的話不要忘記在這邊 包含一個大拔跟 跟我的生活動態 還有第一線採訊訊息呢 我都會更新在IG 要記得追蹤我囉 下支影片見 拜拜